我自己有一個展覽 在台灣會展兩年 已經走了一年 在宜蘭撞毀的沙丘 你看我也在顛覆 我做了一個作品 這個作品是我做了大概五六年的一個 長期的一個計劃叫《行者》系列 在沙丘的這個展覽 做長期的展覽 台灣這邊明年美術館也在搖 所以都會有一些事情在做 歡迎大家就在月31號那天 在彩雲講堂的時光道路 我們見 拜拜 從來尷尬 在金字幕下方